哇 投資長 今天你之前就跟大家說 很飆的長榮行 今天又創新高 大漲6% 還有華航也有大漲2%的好成績 再來呢 你經濟日報選股的會光正道是 尾盤拉高漲停太厲害了 那投資長等一下你有說要分享一下 台積電的法說會 那等一下要跟我們怎麼說呢 我要跟大家講台積電法說會 適不適合帶領台股往前衝 是有機會的 有沒有機會東山再騎 重點是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東山再騎 不會讓你吃東山丫頭 好不好 這跟大家為什麼台積電法說很重要 因為電子股已經沉疾很久了 那台積電法說這是多好呢 你要相信專業的我 畢竟我是經濟日報 有史以來的全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而且告訴你我們經濟日報股票 又有兩檔股票漲停了 還有 大家都知道我們長榮行噴出去的 長榮行跟長榮差一個字差好大 很多的標股明天有機會表現 因為台積電的法說很不錯 怎麼去看這些標股還有一些檢測 一些快篩股還有一些觀光股 統統的標股都在我們今天的榮耀花街 你一定要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花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4月14日 台股開盤17353點 中廠收在17245點 掃跌56點 美國公告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年增率達11.2% 是遠超於預期 更創下2010年以來的新高 衝擊前天市場預期通膨可能見頂的共識 加上美股財報起跑 基地美股四大指數收紅 再來看到台股大盤今天是開高後平盤震盪收黑 反觀貴買指數是連兩日收紅 後續盤是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Kellegri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 場場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是 投資長 今天早盤的時候我看到台股有上漲 本來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結果後來又下跌了 是 但是 好你繼續說 投資長 看好的航空股 今天表現非常的亮眼 已經連續三個交易日都收紅 帶領天上飛 對 那時候一堆玩意有在笑我 我就說我是趙子龍 航運股777出 可是777出怎麼樣 趙子龍就是趙子龍嘛 不應該在第八競八出嘛 自己壘小自己手癢 第八競八出賠了 大家忘記了 我是靠這個航運股 靠很多的標股 成為188%的男人 對 我才是航運專家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地上游的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 長龍換成長龍韓 差一個字差好大 好多玩偶在笑我 我說你有什麼好笑的 那你就跟我對坐啊 有什麼好笑的 我不是說長龍不好 只是長龍它就是像 只剩子利率的題材 我說做股票 你要有夢最美 西萬香水 下次都漲後異期時代 檢測股 要現在後異期時代 跟它共存嘛 每個人要快篩嘛 是不是 然後 航空業 旅遊業 你不買後異期時代股票 你要做什麼股票 那我給你選的股票是 你有100萬有1000萬 一億都可以買的長龍行 不好嗎 對 你說 而且今天長龍行 創新高 大漲將近6% 還有華航也有 大漲2%的好表現 先恭喜一下有跟上的投資朋友們 投資朋友 這就是 你要的經濟日報冠軍 紀錄保持者的 威力嘛 你繼續說 然後再來呢 中探偵 今天也是 創今年新高 盤中呢 有大漲將近 7%的漲幅 真的是 太厲害了 還有 投資長 經濟日報 選股的 惠光跟正道 是直接 飆車拉尾盤 太厲害了 怎麼那麼誇張 那投資長 等一下 等一下要來帶我們看這些 後續的行情嗎 一定 給他看啦 為什麼 給他看 我說這個長龍行也是 昨天有給他看過 也是五虎的股票嘛對不對 對 是昨天才先排五虎將的股票 是不是先排嘛 五虎將股票嘛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五虎將嘛 這很清楚嘛 這盤最右盤就是長龍行 壓相保 有沒有 壓相保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長龍行啦 來來來來 再來看再解大盤啦 長龍行我這個會員喔 至少關於普通會員喔 就加碼了三次啦 後面給我 三次 所以社通廟你要怎麼樣的分析 是你自己去想看看 來 長龍行股價 飆漲超過4% 是早上的 結果最後漲了多少 6-7% 對 漲非常多 今天節目很精彩喔 等一下要跟妳講台積電最新法作喔 也不錯喔 那個 濟增大概是5% 可是毛利率比我想通來得好高喔 毛利率有到57% 那麼高嗎 有到57 因為我昨天在福利市還說不太可能那麼高 結果嚇死我了 但很大一部分都是匯率的關係啦 都是匯率的關係 可是也不錯 至少那個 其實營收季季高 這跟大家一季比一季還高 那同學沒有 這是一個 後疫情 講到台積電以後 所以我覺得明天台積電 有機會 散揚 當然不會說到非常高啦 至少你說打底確立 台積電的底部可能已經確立了喔 對 台積電底部已經確立了喔 好不好 這麼大一家公司 還可以營收一直增加 然後最新的EPS 7.81啦 同學沒有 7. 我看一下我看有沒有講錯齁 我怕講錯人到時候被你們笑齁 大概7.8差不多齁 小數點第一位我等一下看一下來 好 你繼續說 來 7.82 7.82 你看一個分析師就是要嚴格的告訴你答案是多少 7.82的一個毛利率 7.82的毛利率 7.82的EPS啊對不起我居然說毛利率 這是長東函來 來來 好 這是長東函的一個股價齁 所以長東函 跟 欸 你有沒有看到我恭喜簡訊 然後我也公開送 需要我們每天在秀我們之前我演講的人數嗎 一次演講就兩三千人 這都不用吧 沒關係啦我直接跟你講看報紙的紀錄就可以啦 報紙怎麼說 報紙就說 每天都要花個時間啦 報紙就說是金日報4月3號 有看到沒有 有 這是那個 拳擊報酬188% 但是我不是每次都冠軍啊 像目前我沒有冠軍 因為有時候就是運氣 有時候是運氣 可是如果一個分析師可以 不斷的敢挑戰比賽 然後像我這邊有名氣還敢挑戰比賽 然後還敢不斷的突破紀錄了 只有我一位 我是一直突破金日報刷新他紀錄的保持人 突破自我 突破自我 個性就這樣子 創本報雷台賽新高 他講的沒錯吧 是報紙講的對 對 沒錯 2021年第二季單季中央 那個行業股 然後成立在粉絲團 粉絲人數超過10萬人 全台第一 對 粉絲團是最多的 這有辦法造假嗎 沒有辦法造假嘛 對不對 我公開送長榮行 同樣現在就是後疫情時代 長榮行股票有沒有價有量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你一位選長榮 今天股價怎麼樣 昨天好不容易看他拉起來了又下去了 他股價就是水波逐流 沒有什麼動 是 沒有辦法新風作浪 那我也不會想要去做空他 為什麼 因為台灣股市不是空投 你沒有必要去做空一檔 EPS 還在上升的一家公司 是不是這個邏輯很重要 我不是大空投老師 這沒有必要 我只要跟你講 長榮行跟長榮 差一個字 差很大 你看我講一下的標題 我讓你記得一輩子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那時候 那時候 我在那個 是 很簡單 我們要看一下 那時候 很誇張 很多人 很多人都唸我 你知道嗎 是唸什麼 說哲哲啊 是不是反指標啊 是不是 來來來 2月17號 你看到現在不再兩個月 殘榮及殘榮行 郭子龍 差一個字差很大 有沒有看到 有 我看到沒有 那差很大誰 當然是殘榮行比較好嘛對不對 對 都可怕迎接後異形時代 股價有機會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也是 所以我跟大家講喔 現在 觀光股漲了嘛對不對 對 接下來有機會漲餐飲股 你要記得喔 餐飲股 餐飲股還沒漲喔 來來來 如果 2727 餐飲還沒有漲還沒有漲 因為 旅遊股已經先漲 可是餐飲還沒有漲喔 好來 所以記得我先講這些預告喔 所以你現在去追 我跟你講如果你是做很快的人 你敢追 你敢去追檢測股 可以 就是你追以後你敢弄五日線 你說停損就停損 我已經教你了喔 譬如說我檢測股 我泰博嘛 像這種股票 保齡父親或這種股票 檢測股票 我敢追對不對 你要敢追的話 那我可以我先教你了喔 你敢追的話那很簡單 你就趕快追 好來 所以這些股票我們來看一下 4736 比如檢測股 泰博 你敢追的話對不對 好你就直接追 你敢追 可是你敢出 這種股票你可以買 如果你追以後 你不太敢停損的人 絕對不要追這些股票 那聽得懂我意思吧 講得很清楚喔 如果你是覺得那我要一把 下一個階段要漲的後遺情之代股票 我覺得餐飲股 我覺得餐飲股是你最好的一個選擇 記得我說這句話 餐飲股 餐飲股 旅遊股一些嘛 飯店股啊 餐飲股喔 這是跟大家講 現在檢測股嘛 還有鳳凰這些拉起來嘛 都是後遺情之代 你看一下 我不在兩個月前這樣講 忍辱負重 你們會記得我說的話嗎 你看 都渴望迎接後遺情時代的好光景 都渴望迎接後遺情時代的好光景 股價有機會向長榮行划航 而不是長榮揚民萬海 那長榮與長榮行雖然只差一個字 但是股價的表現將會差很大 差很大有沒有 有沒有記不記得啊 差很大 有沒有真的差很大 真的差很大 舍舍下去吧 就有猜猜 沒禮貌 被你看好都不會續好 謝謝你 我愛你 舍舍說差很大股價會殺很大 殘了明天韓公要直直落了 有嗎有罪雞嗎 今天是直直飛 直直飛 直直飛 台語什麼講 聽說你有 聽說你有那個 專長跳舞嘛 這也是 是我政大的學妹 專長跳舞 然後 會講一點台語 不是講一點吧 你不是這樣跟我講 你說你 你說你有參加台語演講比賽 那是國小的事情 直直飛怎麼講 台語怎麼講 直直飛嗎 直直飛 你不用請問我 應該是我請問你 直直飛 有沒有直直飛 有啦 我只相信Loy 昨天你們兩個人 出現 你知道嗎 我被很多人罵是好色之徒 我真的很冤枉 你知道嗎 我很後悔早上你們兩個來 早上你們兩個來不是說不好 而是我覺得蠻感動的 你知道嗎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因為 因為時間的安排關係 因為 肉依有請下 請四五位 我想說那三就讓你錄了 可是我還想一想 對肉依不好意思 你在最後天在 我總是要讓他出現 沒讓他說say goodbye 怎麼可以 跟網友say goodbye 跟網友say goodbye 可是我讓肉依出現 然後又說好要讓你錄 這也對你不好意思 所以最好辦事是你們兩個一起出現 啊你們兩個一出現 畫面很漂亮 反而顯得我老氣 你知道嗎 對我來說 是沒有意義的 第一個被人家罵 喔 投資長你這樣子是不是好色之徒 第二個 你們都聚焦在兩個美女身上 對我來說 對我解盤根本沒有幫助啊 你怎麼 適當的幫助是有的 太聚焦在你們身上 所以我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你懂嗎 只是我覺得要尊重 肉依跟Luna 我要錢清楚一件事情 好不好 我跟妳講我的個性都是講清楚 我的個性這樣子 有 我是跟妳講這個 所以她 只是姓肉依 可惜喔 不然我是覺得肉依說不定以後 有機會回來 這很難說啦 對 那想說貨櫃展什麼 願意捨得抗壞 哈哈哈 謝謝你們 然後勒 為什麼不跟我對坐 跟我對坐啊 我知道你還有錢啊 我知道你還有錢要跟我對坐啦 我又新的造句了 我知道你還有錢要跟我對坐啦 為什麼對坐 趕快對坐嘛 是不是 TOTU 每次叫TOTU長 不然裝個TOTU 魷魚裝 TOTU不要吹了兩個都有 拜託犯過他們 你們看到 賣龍求龍 怎麼樣都賺 是賣鍋子龍求蝉龍 還是 賣蝉龍求鍋子龍 不知道 不然我哲哲韓運套勞大隊 你不要這樣說好不好 同朋友 那我跟妳講 所以韓運大隊 我後來也有進蝉龍韓啦 是不是 如果沒記錯的話 至少會 普通會員一定有 好不好 聯電 聯電哲還來 拆哲 聯電到時候就不要 被我也 繞掉 我跟你講 突破55 突破60 我跟你講 訊號來來的 穩了 每個都做反指標對不對 為什麼不夠對坐 LUNA誰對 妳看清楚 投資長 創新高 有價有量 46萬沾 如果46萬沾 一人一沾的話 是40幾萬人的話 通通開心 喔 不只啦 股東不難 應該說今天啦 今天很多買 是 也不一定40幾萬人都開心啦 有人做多 有人做空 有人空端回補 好這個邏輯錯誤 應該說 今天40幾萬張 多少人今天這麼開心 股東幾十萬的股東這麼開心 真的 後疫情時代 你要不是這樣的分析師嗎 是 你要不是就經濟日報 選股基督保釋車嗎 不屈不勞 一直在挑戰自己的男人嗎 對 你要不是這樣子嗎 沒有人分析師像我這麼有名氣的 基本上像我這麼有名氣的也沒有啦 有也不多啦 一樣名氣也不多 可是還敢參加比賽的 真的一位都沒有 你看到訂閱粉絲人數超過五萬人以上 還敢參加這種比賽 是啊 你去看 不要說五萬啦 你說一萬人以上 看他們參加這個比賽 沒有 當然 我不是批評人家 因為這個參加比賽是壓力很大 你懂不懂 像我這時候沒有冠軍 我覺得我不開心 可是我就是要告訴我自己 我要拼了 我告訴你自己 我覺得要努力啦 誰怕誰 我跟你講我個性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我不怕 接受挑戰 很多人有時候會低估我 可是他根本不了解我 有時候這個行業很現實 就像灌籃一樣啊 我每天重訓 可是你身高沒有來個190 你能 沒有200公分 你當NBA球員的機率是極低啊 不是嗎 很多東西是天分 還是需要一點先天優勢 天真優勢 天真優勢 還有什麼 還有努力的優勢 是 只有努力也沒有用 是跟大家講 好選對位置 選對路 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說你去想看你家紫蘭粉絲 常常噴出去的 每天在講啊 每天講啊 就之前每天講 就這兩支股票送名牌給你 你也不理我 我能說什麼 我到底能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從不懂 我連看我已經送到這個 連五五獎 我告訴你 五五獎還給你 還給你 還給你 還給你什麼 常常東韓第五檔股票 我還給你 你自己不理我 你自己不理我的 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五檔你沒有三檔股票 之前都創新高 你懂不懂 這還不強喔 股市難做耶 是不是 所以你去想看 你家純分析師啦 好不好 當然我不要只講這檔股票 我們講一些別的 原泰我本來想再加碼 他好強喔 原泰下一個檔可能又會噴喔 原泰也不錯喔 好不好 因為電子子是未來的趨勢嘛 就像我講的 我是賓士愛好者 我喜歡開賓士車 雖然有人說賓士是老人車 你懂不懂 可是如果哪天我想買BMW的車 就跟大家 因為我們不喜歡開快車 Poge看起來是很漂亮啦 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 我就沒有開快車的需求 我就是 慢慢開 我就是生命成格貴 安全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 好沒有錯 所以我跟大家 車遠了 那我BMW想要買的電動車 就這樣子 iX Pro 可是現在沒量產 可是以後原泰 會不會 這種電動紙 到時候 而且現在要彩色的 會不會以後 馬上變換顏色 你懂不懂意思 就不用再貼模什麼的 你懂意思嗎 這我跟大家講 那中擔真 明天看起來有機會串新高 是經濟日報三禮拜的股票 也是我會員股票 經濟日報股票 不是說 都是我會員股票 不然這樣子你看我經濟日報就好了 我會員到底要彈什麼 是不是 可是有些股票就是我會員股票 你看中擔真今天創新高了 是不是 很開心啊 畫面給我 來 這邊 來恭喜 我們來練一下吧 你報你 6217 中探真 盤中飆漲 7% 電動車 充電槍 探真 充電槍 不行的不行 我們兩個都大舌頭 這樣行 那不行 電動車 充電槍探真 加持 後續 投資長持續看好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是我誤會了 那你練得完整謝謝你 大漲7% 創新高 創新高代表是 獲利一定有賺錢 創新高代表一定有賺錢 這個實際上 會員都賺錢 是不是 你的投資人 你的聯電 你不要只講漲的 講跌的 為什麼講跌 講聯電OK啊 為什麼不敢講 我2618 那是二月份 是不是被人家笑 我那是二月 是不是又殺下來 殺下來是給你買的 打到季線那邊 你怎麼不買 墜掉多少 30塊這附近 你怎麼不買 對啊 你自己說嘛 你們都笑我啊 別人笑我太瘋癲 太瘋癲 我笑他人 看不穿 你看不穿我 你有看穿我嗎 我今天有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嗎 有穿什麼顏色的內衣嗎 這個不好笑 你有看穿我嗎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 看不穿 你看不穿我啦 有沒有 可是有時候我赤裸裸的 站在你眼前 告訴你我要買什麼股票 就是買什麼股票 可是你不知道我這樣的表演方式是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下這張標題 你看 殘龍行跟殘龍 差一個是差很大 這標題是不是讓你知道 哇塞 是不是你記得很清楚 真的 差很大 印象深刻 有沒有 這你去想看你要怎樣分飲食啦 這一個慢慢跟大家講 中漢這也創新高嘛 就是 那我就講了 現在的連電 你怎麼知道以後不是以後的殘龍行 更是啦 今天台積電的營收 我稍微跟你報告 7.82嘛對不對 對 7.82很高嘛 那實際的你看 全部都優於猜測喔 這個都知道毛利率大概53到55 現在55.6 就算第二季的毛利率可能高達58 58啦 財機店 畫面給我 來 第二季的毛利率可能高到58啦 然後營收呢 濟增呢 如果用台幣計價的話 大概4.99% 就如同我昨天福利社講的 所以你要訂閱我 瘋狂股市福利社 我主持人 可是我們邀請了很多分析師 外面的 模仿的分析師 都有 這跟大家講 就很公道的 而且沒有什麼業配 對 我吃食物都是什麼業配 也沒什麼故意跟 自助性行銷 也沒有 也沒有要給你去遭受會員 所以我們點閱率極高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好不好 記得我們要訂閱頻道 好不好 跟大家 訂閱我們農藥環節 然後開啟鈴鐺 然後記得一件事按讚喔 按讚留言 都是 很在乎每個人按讚 有沒有在乎 會看一下 不要一下而已嘛 一個夏天啦 知道嗎 對 所以要跟按讚 你不留言要按個讚嘛 是不是 你要還原料也可以 你要想像也可以嘛 好不好 按讚 然後 開啟小鈴鐺 不是 按讚加留言就好了 就這樣夠了 訂閱不訂閱隨便你們啦 好不好 按讚 記得按讚好不好 按個讚 都比個讚嘛 按個讚以後我就多收你標股 你不按讚我就沒有 好不好 記得喔 大家按一下讚喔 暫停 然後記得按讚 開啟了喔 OK 再來 所以今天的聯電跟今天的友達 是不是以後的長東話 是喔 我常常被人家笑啊 So what 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講個最簡單的事情 因為這次是金日報 我很生氣 你知道我很生氣 就是說我這次沒有冠軍 因為我沒選到那種泰博 我跟你講喔 如果你有看過金日報的選股比賽 或者是說 我跟你講 我以前只要檢測 去年疫情發生 我做一堆檢測股 每一次都沒漲 你自己看 有漲嗎 去年 你看去年有漲嗎 去年在漲一波而已 漲這一波啦 這一波以後你是不是就沒動了 對 疫情真的沒動 那一百六到兩百次沒動 那就下去了 可是有這一波這麼誇張嗎 你聽懂我在說什麼吧 是 我要說的就是 去年的檢測股 根本就是你一追高就拜拜 對 但沒想到今年一直往上 所以我跟你講我也有點生氣啊 你懂不懂 我去年就是被玩了好多次 所以我跟你講 有時候戲棚下待久就是你的 泰博誰都知道我 我一比很低啊 就生氣過來講北一比很低 然後咧 收化他就不長了 他就連年一樣 他就北一比很低收化者 可是戲棚待久就是你的 可是你不要用這樣去想蠶融喔 因為蠶融他的 如果是景氣面是玩笑的呢 你去想一件事好不好 因為ZIM的股價 以色列那些航空股 或者是馬士基 最大的那個船商 好其實這樣股價都往下了 那沒有理由這邊往上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可是我跟你講 那這些只是說我生氣啦 氣齒的 可是沒關係你後一期 你實在還是有很多股票 你趕快來 趕快來加入行列 好不好 那我中場休息的時候 我先給你看一下 正道有看對不對 開大門走大陸 這種走勢啊 有沒有看到 直接飆車 90度 這正道有沒有 開大門走大陸 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的股票 匯光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你不會兩光 有沒有 唱也是 這東檢啦 對不起 608 匯光也是 展停版 今天又來男股票展停版 拉尾盤 可是這年男股票展停版 這禮拜五好不是冠軍 因為有時候是 運氣 比如說有人用到檢測股 運氣以後實力也有啦 不過如果突破我188%的男生 的分析師 那我會跟你比賽 目前還沒有啦 我也不相信你 目前還沒有 我跟你講 608的匯光 對 然後勒 今天這不是金字道股票嗎 你自己看一下 東檢跟正道沒錯吧 對 那這是東檢正道幾根展停版 東檢正道匯光已經大概六七根展停版了 布局東檢正道 那我其他股票有元金跟系統鏈冰窗 明天有機會噴出去 為什麼 因為明天有機會走電子股 因為台積電的法術 也不錯 那你說不會噴到哪邊去啦 因為他大部分的毛利增加 他營收的增加 都是來自於匯率的增加表現 好不好 可是也不差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東檢正道匯光 布局東檢正道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等一下我們中產休息的時候 我順便看一下 叫外資投信的買超 還有 台積電法說怎麼看 休息股票過後 我們還有更多不要股 比如說系統店怎麼去看啊 對不對 除了中產證以外 系統店有一些股票 安吉怎麼看啊 有些股票 我們今天講很多股票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那剛剛投資長有說要跟我們分享 安吉 還有系統店 甚至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那投資長是要怎麼看 我看一下喔 是 那個我看一下喔 那個他說 新鮮書最新的二代米 那個維持目標2025年那樣產嘛 那符合 符合原本的一個 假設嘛 對不對 那我看一下 那我再看一下 基本上 我覺得毛利率57% 居然是匯率的關係 毛利率57% 算很高啦 對 算很高啦 之前 去年大摩還在討論他會保五 保五 50% 現在被57% 你就這麼大一家公司 你知道大象好像大象在奔跑的感覺 算很厲害了 好 如果就美元的營收來看的話是 計增1.87% 不好意思 那如果是用連營收的話 不連營收 美元計價的話是1.87% 營收 第一季跟第二季比較 第二季跟第一季比較 如果是用台幣來計價的話 第二季跟第一季比較 是計增大概4.99% 這更大4.99到4.97% 大概就是我說的5% 這算很好 我用中位數來算的話 可是通常台積電 營收不是中位數喔 你聽懂我意思嗎 假設我現在營收是差不多 5000 今年就是5068億嘛 到5241億 中位數大概是5155億 就中間值嘛 你懂嗎 5068 到521的中間值是 5155 515通常會到5155嗎 不會 它通常會高標 你聽懂嗎 甚至超標 你知道嗎 知道 這簡直 假設營收是 幾乎5000到512 然後中間值是511 通常它會怎麼樣 會比512還高啦 所以那個計增應該會 其實營收計增也不錯 那個那時候大摩做個表 三個情況 那 最壞的情況就是營收計增 是5% 是那個3% 0到3%而已 對 那現在是5% 營收來說是它中間值 算中間偏多的 好 可是毛利率是 偏高的 是比它預期還好 它倒是是營收算在一起 比如說 你聽懂嗎 比如說那個 有點複雜 不是 營收 這結論好了 毛利率 營收 比想像中 略好一點點 毛利率比想像中好很多 你知道嗎 真的懂 真的聽懂 先跟大家講 分析師要每天做很多事情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你知道嗎 要跟你們講歷史故事 要跟你們講疫情 要跟你們講測 哇塞 很辛苦喔 什麼都要懂 什麼都要懂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5309 來 系統電 系統電喔 這個明天有機會 有機會拉直上去喔 不要覺得不可能喔 因為那電子股相關的 明天有機會是電子股的行情啦 好不好 那看一下最新的 可是現在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剛開盤 台子期剛開盤 漲20幾點啦 台積電法說我不會說超級好 我會說 偏多 偏多 就偏多 賺不錯了 可是偏多 那也代表一件事情啊 誰說要砍單的 誰 戶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明天連電會不會拉起來 有機會啊是不是 隨便砍單連砍都沒砍啊 是不是鬆動一下而已嘛 是不是 這我一直跟大家講 所以我要跟妳講一件事喔 今天很多股票在噴出去的 很多股票在搶的 那妳看清楚 再看清楚 我們的經濟日報全股 看清楚喔 東檢正道 這個能造假嗎 不行嘛對不對 東檢禮拜一暫停嘛 正道好幾天都在暫停版 對不對 今天創新高 匯官也暫停版嘛 我們看一下東檢正道 我們這個 給他刺激一下 608 匯官 是不是 對 這四天裡面有兩天暫停版 12 有沒有看到 上禮拜我會選匯官啊 是不是 你看我頭上會發光 來救大家嗎 是不是 開玩笑的啦 我不會給你怪力亂神 重點是我們努力啦 好不好 我們努力才是重點 好不好 再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正道 開大門走大陸 就像我選航空谷一樣 這才是 開大門走大陸 正確的道路 你看 正道幾根暫停版 三個 已經一個禮拜 四根暫停版 誇不誇張 如果沒看錯是四根暫停版 兩道 說錯 四天是兩到三根暫停版 對 好誇張喔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那1708 東檢 今天怎麼樣 看起來還好 可是這幾天也都很強 是不是 是 你想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所以明天的 我覺得圓晶系統電 他都有機會再噴出去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 來看一下圓晶 最後來看一下圓晶 圓晶 來 這個看起來好像還好 還是有機會噴去喔 然後系統電 這我都講過了 好不好 安吉 6477 你把那個圓晶跟那個安吉一起看好不好 明天都有機會再慢慢噴出去 電子股實在 因為最近反而非電子股也太強了 明天電子股該是反攻的時候 別人講話 台紫期邊拉 拉30點 因為毛利率比大家想像中來了好很多 重點是毛利率 好不好 就說偏多 算偏多的好不好 不會說超級大利多 台股喔 但是明天也是有可能會漲個1-200點以上 因為一來台股極其高嘛 漲個1%就快200點了 只是說你說會不會超級大漲 我覺得 漲到300點 下三禮拜 好像前 昨天一樣 應該原算是不會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那明天也該漲 為什麼該漲 因為很多人都說 Runa你今天一出現 就跌了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善氣 不必不必不必 我明天讓你台股漲到善氣不接下氣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 那你厲害到拍善氣 第二集的女主角 所以不要善氣 好不好 明天台股就有機會散展了 好不好 你就可以一學前詞 好不好 跟換主持人沒有關係 不要那麼迷信 好不好 我是不相信這種東西的 所以 去想想看你要成分 我們其實一堆股票 創新高 安吉 安吉沒有 政道 惠官 還有什麼 長榮涵 每個人都知道 我講多久 差一個字 還有中探征 中探征 也創新高啦 是不是 上禮拜經濟日報學股 一堆股票 是不是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分析師 那台積電的營收 算不錯 激增大概5% 左右 那 4.97% 然後呢 毛利率 可能57 甚至58% 天啊 這麼高的競爭公司 那你覺得他毛利率提高 那你覺得 你覺得他毛利率提高 只有靠 只有靠先進製成嗎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嗎 一定有靠成熟製成 那成熟製成的話 你覺得聯電怎麼會 壞到哪邊去 所以去想想看 你要找分析師啊 兩個月前的時候 每個人都笑我殘農行 每個人說你為什麼不選殘農 兩個月後每個人都是 鴉雀無聲 你去想想看你要找分析師 每個人都說 要跟我姊姊對坐 為什麼你不跟我對坐 我知道你還有錢 我知道你還有錢 要跟我對坐 為什麼不跟我對坐 因為你知道 你的錢要留下來 要跟我一起坐 去想看你要找分析師 台股的底部 看起來是確立的 台積電的法說 的確不錯 雖然大力觀的 效果不好 剛才也有法說 毛利率也在 持續下探的趨勢中 可是呢 這也代表有可能最壞的趨勢 過去了 去想看你要找分析師 我們今天殘農行 Bravo 有個龍字的 總算怎麼樣 噢 總算怎麼樣 噴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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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大家講的 好不好 所以郭哲隆買藏隆 跟著郭哲隆買藏隆 跟我一起唸一次 跟著郭哲隆 怎樣 跟著郭哲隆買藏隆 買藏隆 藏隆 說錯了 跟著郭哲隆買藏隆 對 差一個字 差很大 是我的錯 所以不論對我錯 做一切預告前面 去想看怎樣的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謝鬼 歡迎訂閱我們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知道更多標股嗎 可以撥打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J偷偷假冒 最後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基本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